近日,张子怡二胎产子的消息震惊整个娱乐圈。 媒体争相报道,网友纷纷送上祝福之时,48岁汪峰也终于迎来了自己家庭的第一个儿子。 说到汪峰和张子怡相识,还是在2013年的澳门赌场。 当时一对老夫妇在赌场失利,汪峰不愿看到老人失落,更暗中资助了几十万。 帮助老人度过难关。 老夫妻对汪峰感激不尽。 这对夫妻便是张子怡的父母,之后张子怡便和汪峰之间关系逐步亲密。 感情则迅速升温。 汪峰为了张子怡,更与前妻办了离婚手续。 可见用情之深。 张子怡和撒贝宁之间则在父母的强烈的要求下,不欢而散。 要说张子怡。 我们用巨星形容她完全不为过。 在处女作《我的父亲母亲》出道之时,张子怡便在两年时间内,成为好莱坞和西方世界最为熟知的华人面孔之一。 包括她出演的《卧虎藏龙尖锋》《尖锋时刻》二等。 无不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。 她凭借《卧虎藏龙》等一局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。 她的未来无可限量。 其实早在张子怡没有大红大紫之时。 便已和音乐人高峰传出恋情。 高峰凭借一首大中国在九十年代火遍全国。 并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。 之后张子怡更到幕后探班。 同她一起吃盒饭。 同甘共苦。 不言而喻。 但这一段恋情并没有维持太久。 当时张子怡年纪尚小。 事业并未成型。 加上二人年纪相差过大。 最终母亲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下。 二人不欢而散。 或许。 张子怡和高峰本有机会在共同生活。 但高峰因为罕见怪病于2002年突然离世。 据高峰好友回忆。 张子怡是她生前第一个。 也是唯一一个女友。 男友去世之时。 张子怡不过23岁。 之后张子怡便中美两帝频繁出差。 忙于自己的事业之时。 关于感情生活同样没落下。 因张子怡长相端正。 气质不俗。 也获得了许多老外的青睐。 因为事业的成功。 张子怡被媒体关上了国际章的名号, 而好莱坞追求张子怡的人则数不胜数。 无奈因为文化的差异以及张子怡家庭的压力。 纷纷给予了回绝。 其实在张子怡拍摄《尖锋时刻》二之时。 和成龙大哥擦出了些许火花。 众所周知。 成龙未有妇之夫。 而成龙亲近张子怡多少有为儿子房祖明做媒人的意思。 之后房祖明和张子怡被拍到于沙滩散步。 但最终二人短暂相处之后。 不欢而散。 其实房祖明不满二十岁。 且并未出道。 事业上成就几乎等于零。 而香港娱乐圈之作风乱众所周知。 对于事业心的张子怡。 显然没把与房祖明之间的关系看成相守终生的羁绊。 最终张子怡和成龙父子的些许水花。 因没有其他证据只能不了了之。 当时霍启山不过二十一岁。 面对这位国际巨星。 显然被他强大的气场和不俗的美貌折服, 之后二人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爱情。 这段爱情也持续了将近两年。 一个是影坛巨星。 一个是富豪之子。 多少给人一种王子和公主之间的幻想。 这样的结合在娱乐圈当中最为常见。 不过他们二人未能如愿走向圆满。 因为家庭的重重阻碍。 以及北京香港两地相距过远。 文化的错位。 媒体的渲染都让他们的关系如坐针毡。 加上霍启山家庭观念过于传统。 始终对演艺圈抱有偏见。 家庭立下门归豪门不取戏子。 这伤透了张子怡的心。 在2006年。 二人缘分已尽。 并彻底走向了尽头。 如果说霍启山和张子怡之间的恋情让人遗憾的话。 用情路不顺形容张子怡尚且为时过早。 毕竟她还没有遇到真正的渣男VIVI为你我。 VV在张子怡的感情空窗期。 以顶级富豪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。 并向外界宣称自己为是全球最大媒体集团时代华纳最大个人持股者。 张子怡也太过于感性。 因VIVI的花言巧语信以为真。 之后便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场景。 VV跟与张子怡在美国狂秀恩爱。 且大方摆拍,照片之大胆。 几乎让所有人对她们刮目相看。 2008年。 VV和张子怡宣布订婚。 以依食二克拉钻戒为礼物时。 但二人始终没有走向婚姻的殿堂。 在外界以为二人好事将近之时。 却在婚姻协议和财产分配上。 合同上。 VV不给张子怡一点财产分配空间。 此时张子怡多少意识到了自己受到了欺骗。 更有外界传闻。 VV在与张子怡交往期间。 VV在与张子怡结婚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女儿。 不够坦诚的关系最后换来了二人的破裂。 2010年。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张子怡也选择了与VV断交。 之后她也一时到了东方人想要成名好莱坞。 真的比登天还难。 因为每一份感情太过于用力。 才让她受伤最深。 张子怡在这段感情之后。 几乎选择了放弃好莱坞的事业。 名利场并不是谁都可唾手可得。 付出的代价远比自己的成功要沉重得多。 之后张子怡则与北京安定自己的事业。 当然她的感情也遇上了新转机。 2012年。 她与撒贝宁传出恋情。 年轻有为撒贝宁看起来似乎与张子怡门当户对。 一个媒体大牛。 一个华人影后。 张子怡和撒贝宁之间多少给人更多的遐想。 甚至有人已经开始幻想他们结婚之后的样子。 但是2013年的澳门。 汪峰一场无心插柳之举。 却让她收获了今生挚爱。 在经历了诸多坎坷后。 张子怡能选择和汪峰长相厮守。 多少也意识到了看尽浮华衰败之后。 缘分的难能可贵。 如今张子怡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。 在回想往事之时。 她仍不免怀念20岁的自己。 因为采访中自己也说到,高峰才是自己的一生挚爱。 阴阳相隔。 不免让人唏嘘。 20年情路传奇。 张子怡通过身体力行。 不仅遇到了最好的另一半。 也遇到了最好的自己。 正如她在一代宗师中所说, 见天地。 见众生。 见自己。 不仅遇到最好的公司。 并且在这家的自由之后。 并且在这家的女孩。